第七题,小林在以不同单摆ABC做小角度单摆周期实验,结果如右图,则可推斥此不同单摆之摆长长度,亦次序为下列合者。 首先我们提醒同学注意这张图的纵坐标跟横坐标,跟平常的习惯不一样。 平常习惯上横坐标是摆动次数,纵坐标是时间。 而这题是横坐标是时间,纵坐标是摆动次数。 其次我们再回来看我们的实验结果。 我们的实验的第三次跟第四次改变了摆长的长度,而我们的第三次摆长是100公分,第四次摆长是25公分。 而第三次的摆动次数的时间是20秒,而第四次是10秒钟。 也就是说我们的摆长如果越长,我们摆动次数所需要的时间就越久。 而从图上看到我们相同的摆动次数,C的摆动所要花的时间最长,而A是最短。 所以C的摆长最长,A的摆长最短。 因此第七题问我们说,可推测使不同单白质摆长长度次序为下列合者。 我们答案选择是A,A小于B小于C。